在详续页面里面 我们的header和content的内容 都是写死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页面上的数据 不应该写死在页面 而应该把这些数据 放到哪里去管理呢 是不是应该放到 我们的Redux 对应的store里面去管理 所以我们要和home一样 创建我们自己的store reducer actioncreator 这样一套的流程 对应的代码 所以我们在detail目录下 创建和home一样的目录结构 创建一个store文件夹 然后在里面 我们分别创建 actioncreators.js 大家看和home目录一模一样 这几个文件你也得有 再去创建一个constants.js index.js 以及reducer.js 好 我们先去创建谁呢 我们先去创建reducer.js 因为store创建的时候 需要借助这个reducer 所以我们先去搞reducer 我们打开home的reducer文件 把这块的代码 可以复制一下 全部复制 粘贴到我们detail的reducer里面 然后我们做一些删除 比如说case这块的内容 我们都把它干掉 这块的逻辑代码 我们也都去掉 好 剩下的 OK 这样的话reducer的一个雏形就有了 接着我们再看 我们的这个reducer对外暴露 要通过index.js暴露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home下面的store 下面的index.js 大家来看 你可以把这段代码复制 粘贴到哪呢 粘贴到detail下面的store下面的index.js里面 只不过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改一改 看一下 importreducer actioncreator都是从当前目录引入的 这样的话 index.js我们不改都可以 actioncreators和constants 现在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不写 保存之后 我们关闭这些文件 我们说我们的reducer已经写好了 然后reducer里面 其实我们应该定一个初始化的数据 constdefaultstate等于from.js 后面跟一个初始的数据 对详情页来说 大家想你初始的数据应该存什么呢 你初始的数据 是不是应该存一个title 也就是这个详情的标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标题挪过来 打开我们detail页的index.js 这个标题我们剪切 然后放到哪呢 放到我们detail下面的store下面的reducer里面 默认状态的title里面 你还应该放content 这个email上的内容显示什么 应该由content决掉 这块我们写这样一个字符串 它里面放什么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组件 把这个image标签 也就是content里的内容 都剪切出去 然后我们单开一个文件 把这些标签都放到一行上 怎么放呢 我们要把这些空格都去掉 把它放到一行 当然呢 这样的话看起来不太方便 我们可以借助sublame里面 有一个view view下面有一个wordwrap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超出一屏的东西换行 好 我们把它store连接 做成一个字符串 OK 那字符串的外层呢 肯定要是有一个双引号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呀 写单引号 好 那么单引号呢 和这个单引号就相结合了 所以src这块呢 我们要让它返回的内容 包裹在一个双引号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内容呢 封装到一个字符串里去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dom的字符串 大家来看 有image标签 有p标签 这个字符串呢 我们减切 放到哪里存呢 放到reducer里面去存 OK 那么我们就把原本 在我这个组件里的所有内容 都放到哪里去存储了 都放到我们的reducer里面去存储了 那就好办了 reducer呢 现在在这放着 并没有人使用它 我们希望在创建store的时候 用到这个reducer 把这些数据给创建出来 现在呢 我们写的这个reducer 并没有被使用 我们可以打开网页来看一下 点开控制台 我们点开redux 刷新啊 大家来看state里面 home下面 我们下面根本就不会有我们的这个详情页面的这些数据 header里也没有 所以呢 我们要去怎么写啊 在创建store的时候 创建的这个文件夹下的store里面的这个reducer 引入进来之后我们把它组装进来 起码叫做detail detail reducer 保存 这样的话 我们详情页的reducer 在创建store的时候就被使用了 那么我们回到页面上来看啊 刷新 大家再来看redux 你可以看到detail里面 title和content已经都存储到store里面去了 OK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说我们已经把数据都移到store里面去管理了 那么页面上 如果你想去使用这个内容 该怎么做呢 import connect from react-redux export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了 OK 这写一个map state 我们要去拿数据 后面这个我可以先不写 定义map state 接受一个state的参数 返回一个对象 这里面我们要用到谁呢 我们首先要用到公共store里面的这个title 所以title它等于state.get detail下面的title 还有拿到content state.get detail下面的content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组件和store建立了连接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用到我们store里的数据了 这里我写一个this.probs.title 保存 回到页面 咱们刷新 这里我们看控制台是否会报错 同时什么呢 constant is defined 但是没有被使用过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redux 调错的时候 detail有值 title有值 但是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原因 我这里显示一个123试一下 123 OK 所以调试的时候 我会在这console.log下 this.probs.title 到网页上 好 它打印出是undefined 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明title你没有取到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title没有取到呢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明显 我们看一下 你获取title的时候 你从state里面去取title 你这应该用什么方法呀 如果写中口号这种形式的话 去深度的取内容的话 你应该用get in这个方法 把这改成get in 我们再来看一下 保存 回到页面 大家来看 你能不能取到对应的内容啊 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content里的内容应该变成什么 应该变成this.r probs.r content 保存之后 大家会发现有些问题 我们到页面上看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的这些标签都被转译了 所以呢 你页面上显示出的内容 并不是这个页面该有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不想让它转译 大家还记得 在课程之初 我讲过一个方式吗 怎么写啊 在content上面 你可以写一个 danger.rosley set inner.html 它等于什么呀 等于一个jsx里面呢 跟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写什么呢 下滑线下滑线 html 它的内容是什么呀 this.r probs.r content 好 当你这么写的时候 content的内容就会变成 this.r probs.r content 而且它不会被转译 保存 我们再到页面上来看 大家看 你的内容是不是就完美的展示到页面上了呀 好 回过来 我们对代码做一个优化 这块呢就没有必要 用两个标签了 自闭合就可以了 好 把它放在最后一行 来一个自闭合 那这些课的内容呢 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